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11月21日 中国的多家国家媒体在今日披露 截至目前缅北相关提防执法部门 共向我方移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3.1万名 其中幕后金主组织头目和骨干63名 网上载逃真言1531名 打击工作其得显出战国 另外近日网络资信显示 全国各地警察近日其进中缅 边境云南临仓押送电诈嫌疑人回乡 在各个地方的火车站都出现了 射电诈人员的转应长龙 很多网友戏称 以警还乡电诈双十一 尽管如此 多位缅甸当地消息人士仍然表示 在整个缅甸基局的电诈人员 超过十万人士 他们分布在大大小小的一千多个电诈园区 比如仅仅在免太边境的苗花底就有上百个诈骗园区 就像KK园区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减少的趋势 从外观看其建筑规模作为淤迹还在不断的变大 由此可以看来 迟迟电诈打击行动 截至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做到重创电诈行业的效果 这些有关电信诈骗 网络资讯显示 电信诈骗是以通过电话短信 以及互联网联络 作为主要手段的诈骗案件 主要意在获取被害人的财产或者身份证 银行账户等隐私信息